然後呢 哇 加2加2的地面攻擊 好 輔飛空中單位是加1加1的攻防 然後呢 五隻的寄生王蟲 然後還有一大堆的寄生王蟲 欸 寄生王蟲 腐化飛蟲啦 還有一堆腐化飛蟲 講錯了 好 八道可以呢 開始來到了五礦 他的這個四礦已經營運很久了 好 這邊度壓 五 六台 哇 六台度壓了 繼續的在出度壓嗎 繼續的在出度壓 然後我們的引導飛彈也正在升 哇 我們要看到一場精彩的 度壓海了喔 好 然後 哇 八道可以這個 這 這裡面 他在底下呢 蓋了更多的新軌 然後就是用來丟礦羅的 然後地圖中間也有個行星要塞 不讓你輕易的攻擊 我們這邊還有一些飛彈砲台 所以 呃 不管是飛彈呢 還是 不管是空中還是地面呢 都沒有這麼好攻 防守的很到位 然後反而是Nasty這裡 我們看到了十隻的 十隻的寄生王蟲要飛過來了 那麼 布拉洛可以這邊有 有所準備嗎 好 這邊有一些蟑螂在 呃 布拉洛可以的一點鐘方向 同時這邊有二郎 來到了 蟲族的 這個 這個 噴礦 好 二郎的數量很多 好 開始燒工兵 哇 BBQ啊BBQ 好 這個時候呢 Nasty的 所有的寄生王蟲 來到的地圖中間 好 我們巴洛可以呢 他的渡壓海 哇 渡壓海開始丟引導飛彈 引導飛彈 哇 這個 哇 這個寄生王蟲需要閃兵一下 沒有閃兵的話就悲劇 然後還有這個 雷神在後面攻擊 而且雷神是加2的攻擊 哇 好 這邊很嚴重喔 我們這邊非常多的寄生王蟲 那麼 渡壓海 很多都是已經滿能量了 還在後面 哇 這個 這個行星要塞 有辦法撐住嗎 沒有SED做維修 所以沒有辦法 然後這個時候 渡壓海準備要上了嗎 好 坦克也在前面 哇 又繼續有 引導飛彈 哇 然後我們的這個 腐化飛蟲 腐化飛蟲 腐化飛蟲對種甲有加成 可是 可是我們引導飛彈 引導飛彈來了 哇 後面還有寄生王蟲 這邊的 我們的這個 好 我們這邊有一些無人防禦機 然後讓我們這裡呢 寄生王蟲沒有辦法 做攻擊 然後這個時候剩下幾隻的 寄生王蟲 我剛剛講錯 剛剛是腐化飛蟲 沒有辦法做攻擊啊 然後 哇 這個時候我們 蟑螂全部拉上來 不過蟑螂這邊要對付這麼多的坦克 雷神 還有這個 這邊還有女妖喔 哇 OK 應該是可以守住 只是需要SCV來做維修 哇 剩下幾隻蟑螂 哇 好 渡壓完全沒事喔 這邊有12隻的渡壓 12隻的渡壓 這開玩笑 這個 哇 OK 哇 幾隻的渡壓很容易被打掉 但是你知道 數量一出來呢 你知道渡壓又可以用 自動砲台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跟幾隻圍巾戰機 好 這個時候Nexy 更多大量的地面部隊上來了 蟑螂小狗 哇 不過我們這小狗可能會有點 欸 我們沒有燃火了嗎 好 這個時候呢 BRALOKE回來了 好 這麼多的蟑螂 我們要怎麼對付呢 全部都是 哇 這個人類BRALOKE的地面單位 幾乎沒有了 好 哇 我們開始丟引導飛彈 引導飛彈 引導飛彈 好 蟑螂直接被秒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哇 然後後面有坦克 好 這個蟑螂 好 終於破門而進 不過 呃 直接 這個數量也不是很多 好 更多的 我們這邊也有更多的輔飛 輔飛的防禦已經3了喔 那麼 正在做加2的攻擊升級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了 無人防禦機啊 無人防禦機 然後這個時候 三個引導飛彈 趕快閃 趕快閃 閃開 閃開 哇 閃開 閃開 哇 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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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要集合 哇 這裡 全部剩一滴血 好 大部分啦 大部分剩一滴血 然後我們這邊 地面上還有一些蟑螂 不過這個蟑螂 我們這邊有一些 藍火惡狼 比較沒有那麼有用處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丟一些 什麼地面的砲台等等的 來做防禦 好 坦克在上面 坦克趕快上去 然後架起來 坦克趕快架起來 欸 坦克沒有要架起來 好 哇 這邊丟一個引導飛彈 趁蟑螂集合起來的時候 丟引導飛彈 好 開始丟地面的自動砲台 自動砲台的數量 哇 我們自動砲台的數量 全部躲在底下 哇 這 這根本就是隱形了嘛 丟在下面看不到 好 然後這個時候呢 蟑螂是繼續的來到了 RALOKE的家中 攻擊 前門還有幾隻蟑螂 比較沒有用 這個蟑螂繼續的在硬點 好啦 這個度壓海 蟑螂還是在攻擊喔 這個Nasty的轉兵都轉得很快 而且很漂亮 現在因為 因為空中有太多的圍巾 還有鍍壓 呃 出輔飛根本就不是一個辦法 所以 都是在出蟑螂還有地面單位 都在出蟑螂地面單位 好 這蟑螂還是在繼續的攻擊 好 我們這個時候呢 自動砲台繼續下來了 好 自動砲台的缺點就是 它不能移動喔 所以丟下來之後呢 你看 丟了一堆 結果蟑螂跑到旁邊 就沒有用了 好 這邊更多蟑螂要來到了 不知道OK的 這個分礦 哇 這分礦沒有維修 沒有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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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維修 ACV維修硬把 好 底下蟑螂被打掉了 喔 為什麼這個時候這邊 喔 丟礦羅來維修啊 哪招 我以為丟礦羅 呃 我以為這個 就我想說它丟礦羅應該是 會不會丟錯了 因為都被攻擊了還丟來挖錢 結果沒想到原來是維修 好 各位 呃 遊戲來到快三十分鐘 兩邊還是繼續得在出弓兵喔 所以 呃 營運還是很重要 呃 一個引導飛彈 好 這個時候蟑螂來到了 一點鐘方向 好 我們度壓是有機動性的 還有圍巾戰機可以直接飛上去 這塊有辦法守住嗎 好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時候蟑螂 又有一批了 來到了門口 好 引導飛彈先幫忙一下 好 這個一點鐘方向的分框應該是守住了 維修一下 SCV維修 然後呢 礦羅來挖錢喔 聰明 礦羅呢 就是要用來挖錢的 好 這時候有一批惡狼 有一批惡狼 來到了這個蟑螂這個分框 不跑嗎 燃火欸 好 不跑 送掉了 但是呢 吃掉了一些地面單位 呃 SCV 好 更多的蟑螂來了 好 更多的蟑螂來了 不過 那個我們現在呢 只要 哇 好 這坦克架起來了 只要度壓還活著 這個 Nexi的壓力就很大 好啦 那更多的 哇 蟑螂又進來了 不知道這邊有辦法嗎 哇 現在人口只有134而已 對上Nexi是184喔 Nexi 哇 這邊這樣持續的攻擊 呃 不知道Rok很辛苦喔 那Nexi的營運是一直有在營運 三礦已經挖完了 哇 這工兵要趕快拉一下 蟑螂呢 還是繼續的在 人類家門口 哇 這剛剛的自動砲台不是嗎 到現在還活著 哇 非常多的度壓喔 度壓海 更多的蟑螂 更多的蟑螂要上去了 好 不知道Rok再不趕快用度壓做一些 攻擊的話呢 因為基本上 基本上 不知道Rok現在是 地面單位很少 只有一些坦克 所以再不趕快用這個度壓 或者是圍巾戰機來做 反擊的話 不知道Rok應該是會這樣子慢慢輸掉 除非他能趕快反擊 哇 我們這邊 SEV繼續的維修 非常贏吧 然後直接丟了一堆礦羅 欸 三隻而已 好 這個時候蟑螂 哇 這個時候直接用了 引導飛彈 還有女妖 坦克在做攻擊 好 坦克最後是打贏了 不過Rok沒有繼續的在升級 升級這個地面單位的攻防 目前還是只有20而已 不是很多 那NextT反而是3-3了 好 3-3了 空中單位應該也是3-3 NextT呢 繼續又出了十幾隻的蟑螂 蟑螂剛出來 又一堆 好 還有小狗 哇 這個指揮中心爆了 坦克還是很痛喔 好 但是呢 這個時候 趕快 哇 渡壓海 哇喔 好 渡壓海上來幫忙了 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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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打布阿羅K的分礦 布阿羅K這樣子的話 經濟會掉很快啊 看起來目前的收入呢 呃 布阿羅K 只有47隻的工兵 但是收入有2100 因為有一堆礦羅 那但是呢 NextT的 93隻的工兵 可是收入呢 1700 欸 兩邊收入其實現在差不多 但是97隻的工兵還是很硬吧 好 哇 這個工兵數多到一個不行 好 蟑螂 好 這邊還有一些女妖 哇 我們這個大幣的空中單位 讓我調一下血量好不好 我想讓大家看得精彩一點 OK 好 這個度壓這樣子 這樣畫面比較沒那麼亂 好 這邊有一些毒爆 噢 毒爆好了 毒爆好了 同時呢 這個時候換布阿羅K 呃 因為NextT一直在出喔 你看他的錢一直是 處於這個幾十塊幾百塊 因為他的 他的雖然工兵有97隻 他工兵88隻 可是 可是呢 他都沒有那個 他的收入都很少 好 這個時候我們毒壓來了 同時這邊毒爆 毒爆上來 毒爆上來 哇 好 炸掉了很多HCP 然後呢 這個毒壓海 這個時候 好 走了 留下一堆他的 這個 子子孫孫 沒有 就是自動砲台 好 來攻擊 好 應該可以Focus 就是 全選 然後把這個孵化所硬點掉啦 不過 呃 巴羅K在這邊沒有這麼做 好 還是很多的毒壓 同時呢 有一堆的惡狼 惡狼這個 不需要耗瓦斯的 呃 只要有錢 就是大爺 就可以蓋很多 哇 我們這邊 這個時候看到真菌 哇 直接 領導飛戰要打你了 哇 跑得掉嗎 跑得掉嗎 哇 哇 居然沒跑掉 不過也只有打到一隻 好 丟出了更多的真菌 然後呢 還有受感染的人類 NASY的轉兵 用 它想用感染蟲來解 不過感染蟲的缺點就是 感染蟲很容易死啊 一不小心就掛掉 這邊有坦克在這邊幫忙 所以感染蟲也不太敢靠近 好 這個時候 鍍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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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鍍鴨它就是很 鍍鴨很容易集結在一起 所以感染蟲可以一發 就可以抓到一堆 好 更多的自動砲台 哇 這個孵化鎖要爆了 要爆了要爆了 不 蟲竹這樣子的話 就沒有這個礦區的收入了 那麼蟲竹現在只剩下這個礦區了 呃 哇 超 它工兵數應該還是80隻的工兵 可是只有一個礦區 這邊也是停了 好 呃 挖了OK呢 好 這個時候來到了 另外一個礦區 丟了一堆自動砲台 哇 丟這麼多的獸感人類 不對吧 哇 這丟太多了 這樣子很浪費自己的 這個能量喔 那它又沒有真菌抓住這個 鍍鴨 哇 這個你看我們這個 哇 這樣子不行 所有的獸感人類馬上被秒殺 後面的坦克有 有燃火惡狼 然後這個 這個時候Nasty呢 感染蟲全部沒有能量 哇 然後鍍鴨繼續的橫行 我們12點鐘方向也有分框 6點鐘方向也有不阿老K的分框 基本上 12點和6點鐘 還有整個右半邊 都是不阿老K的區域 這邊還沒有啦 但是呢 這個鍍鴨繼續的用自動砲台 我們這個孵化鎖 要是掉的話呢 Nasty就 就等於是GG了耶 哇 它從贏打到輸喔 剛剛 剛剛人口明明還比不阿老K呢 多個50 60 現在是 不阿老K人口在174 然後呢 Nasty在131 而且錢超少 好 我們這個分框掉了 好 我們這個分框掉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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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哇Nasty打出了GG,Nasty呢在這邊喊出了GG 這場精彩的精彩的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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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鴨海 這個也是Beliskon2011年的比賽喔 那這是第一場 恩... 就是第一回合的其中一場啦 那...他一共有三場 那我只看了這場 另外兩場我還沒有看 那...但是沒關係 因為這場是大家所推薦的 就是當...當時沒有在大螢幕上面展示 但是呢 應該要...應該要展示一下這個很值得看 一看的比賽 好啦 那...Nasty呢 這大概是Nasty 有生以來第一次被毒鴨海打GG的吧 所以... 恩...很精彩喔 Nasty也是整張半邊地圖都拿下來了 居然... 恩...還是...還是掛掉 而且你知道 70隻的工兵 最後啦 對42隻的SCV 所以Nasty呢 抱著有經濟優勢的這種工兵數量 恩...還是輸掉了 打不贏 好...我們這邊飛彈砲台還是很多 自動砲台 好啦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這一場呢就到這邊 那麼...我們再來進行下一場精彩的... 比賽吧 掰掰